这两天的这个战事的部分 国际油价的波动是比较高的 二欧开打导致国际油价上涨 外界担心下周油价可能连三涨 经济部长王美花则再次说明 台湾有特殊的平稳机具 目前的95是31.7 那如果到32.5的时候 那中油会吸收涨价的这个50% 那在后续到35块的时候 会吸收涨幅的75% 除了油价 外界也关心台湾天然气的情况 王美花说台湾天然气 到八九月以前人是充足的 原本和俄罗斯有个中长期的约 三月到期 之后会改用其他的合约 或是从现货市场采买 而白宫副国安顾问星赫 台湾时间25号 点名美国和台湾等多个盟友 会密切合作 对俄罗斯祭出出口限制制裁 会再跟各国确认 确认之后应该是 很快会有相关的 相关的共同的作为 在我们现有的贸易法里面 就可以按照这个 瓦森纳协议的规定 对于相关的出口 做严厉的审查 俄乌开战影响国际物价波动 王美花说台湾物价相对稳定 经济部会配合行政院的 因应小组进行跨部会协调 密切观察各项物价 新唐人亚太电视 王冠林 刘兹营 曾心敏 台湾台北报导 董特角福利